一般中低年级的老师常常需要用滑鼠在上面写字 像电子书在上面写字就不方便 那有一个方法是用双萤幕的方法 方法另外教我先展示一下效果 这个是学生看到的画面 这是老师平常呢 你可以把这一个用来监视学生用 原本的荧幕当做监视学生的操作用 然后呢在这里 这个是学生看到的 学生看到你的画面是长这样 那我这里就点笔工具笔 然后点红色 好老师呢以前都是用滑鼠在上面写 所以写的字就是Y7扭8的不好看 那我们有这平板也有副笔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像在这里我要写字 我现在没有点笔 好点工具笔红色以后 我现在写的字就非常的顺了 好类似这样 有时候老师在教写一些英文字啊 或什么像这里有电子白板 好我把点一个 我就在这边像这也可以像英文课呢 它会有四格线 让你写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标清楚位置 不会这样子发生说你在写的时候呢 字也写不清楚 然后学生也看得很痛苦 特别对低年级老师呢 很有用 像这样子就可以写 你在你的平板写 其实这个平板呢 它单纯就是当萤幕用 只不过它是有一个触控功能的萤幕 触控功能的萤幕造就了双萤幕 什么叫双萤幕呢 这一个 这里这一个萤幕往左边走 就会跑来这边 这个萤幕是专门让你来做视讯教学作用的 你看你用滑鼠写是不好写 那但是呢 如果我可以 那我先回到这边 这个是学生看的样子 我把这个触控萤幕呢 搭配了手写笔 我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写字 好我把这个关掉 像有时候放大说小清除 都非常的方便 好四格放大 好同样的 Number one She's my sister Abby She's a student She's my sister Abby She's a student 好像这样子也是很方便的 就是好例如回到中间 然后选取区域 我就是只有这块放大 或是什么的 都是类似这样 例如老师教 都是在这块平板上教 他的画面其实也够大 那老师要手写一些东西的时候 也相对比较方便 相对的方便多了 写的也快多了 那有些甚至要教数学啊 需要用到 用到一些白板 你就直接在上面写就可以 我没有用笔 36乘于52等于 然后他要他的过程 3652 然后26121023得6 5630进3 5351008 对吗 我也太久没有教 类似这样子 像这样子你要用的话 就会相对方便 推荐给各位老师用 那怎么样设定呢 他就只要平板装一个APP 然后电脑装一个东西 然后两个连线 透过这个充电线连线 你就可以把你的平板 变成另外一个延伸式的萤幕 这样子就很方便的 可以去做操作 尤其是要写 像这个其实就是他的延伸萤幕 我先回来这边 我把这挂断 你看这个是萤幕 往左边走 这个萤幕是原本的萤幕 有没有看到滑鼠 往左边走 就跑来这边了 然后这个萤幕是专门用教学作用的 你就可以打开电子书 可是一开始电子书 如果跑在这边的话 记得先把它缩小一点 往左边拉拉拉拉拉 他就跑来左边这边了 有看到吗 然后再把这个放大 这一个是专门用电子书来上课 这边呢 右手边 等于是这样子 这是左边 那是右边 这边就是开一个meet 好我现在随便开一个999meet 他其实就是把画面投出去 你记得他投画面的时候 好举例分享萤幕画面呢 第一个分享你整个画面 其实是分享这一个哦 这个是右边的 这个是左边的 点他就可以把画面分享出去 别人看到的就是你的电子书 声音那些全部都会进去 没有问题 而且各位在写字啊 或者做助记的时候啊 就会相对很方便 例如我要教这个Cook 然后我就在旁边用手写笔工具笔 C O O K 两个O在一起参念 物 Cook 像之前学过book 好像这样子写就非常的顺 就不会用滑鼠写的这样 万一够起床 好推荐给各位老师 就这样 以上介绍